书香气息的校园却成了诈骗集团的目标 有大学生收到简讯 打着师范大学学务处的名义 说同学有连续两个学期 学业成绩三分之二学分不及格 时勒令退学 要求学生点取网址转学 但其实这是诈骗 群组里面有跟我们说要小心 应该不会 因为成绩蛮好的 应该不会 因为它是写HCU不是写NTNU 还是大证实 近日有学生收到诈骗讯息 不过其实校方早在一百年 就取消了二一退学制度 也没有三二退学制 收到简讯的学生正好成绩不胜理想 担心真的被二一赶紧询问老师 才让简讯诈骗案曝光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称台师大 张师大 高师大 不会单身师范大学 最重要是我们有跟 派出所这边的联络 反诈骗的165网站上面 去把这样的讯息到那边去做检取 再仔细看看诈骗简讯内的网址 域名标示为EDU 主要提供高等教育机构 像是大学等院校使用 因此学生乍看之下 很可能就会信以为真 如果在网址的部分 基本上都会特别加密HTBS 所以有可能是包含 学生本身的一些 学校的一些注册资料 然后再来因为它里头提到的是 比如说一个转学考 所以里头也可能会去诈欺 要求同学们要先做缴费 刑事局研判简讯内的连结 是把网页架在北部某斯利大学的 官方网站 但目前网页已经被移除 不排除是该校具有网络 使用权限的人所为 也可能是遭骇客入侵 提醒民众受到任何网址 都别轻易电开 免得掉入诈骗陷阱 记者黄文君曹文宁 台北报道 台中风用火车站 门口行舰警方歹人闯面 两名男子被压制栽定 远警整个人跨坐在 嫌犯身上远地拷问 跟这个小姐同是吗 你这过来啊 他说 我是问我是不是那个前期 然后要先给他上 你不是说我前部欠你钱 原来穿黑色裙装的妇人 她接到一通前夫打来的电话 前夫一次欠递下钱庄债务 被拘禁 电话那头 嫌犯更开口要钱 还约在货车站交付款项 但妇人就怕前夫有生命危险 赶快报警 也好在她够机灵 警方顺利在妇人面交时 带住嫌犯 你白无库你刚刚要伤害干嘛 我来说 我照程序来走 虽然车量而且在那个 打算把被黑人丢过来 警方发现嫌犯两组人马分工 一组要去面交取款 另一派人马则将夫人前夫 载了趴趴走 原本还打算将人丢包 幸好警方在短短一小时内 顺利拦截嫌犯车辆 成功营救人职 微服部预估明年健保总额 首度突破新台币九千亿元 一旦总额成长率达到百分之五点五 安全准备金将剩下一点零一个月 虽然没有低于水位 不过二零二六年健保人会面临调涨压力 近期无论是典子保障 补助长者保费 提案如果通过 也会让现在的健保财务 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而这些其实都会牵到每一个人的荷包 那如果是由公务预算来补这个部分的 差额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也不会影响到民众健保汇率的 一个调高的一个情况 现行一般保费费率为百分之五点一七 明年底将讨论费率问题 若是费率调升 一家四口每月健保费将从三千两百八十八元 增至三千八百七十三元 每月大约增加五百八十三元 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受影响 税用太高了 健保署长石崇良表示 健保收入包含三部分 来自薪资收入的一般保费 薪资以外收入的补充保费 还有政府义注 希望透过健保法修法 来调整保费费率 明年的健保会会 会还有一点多个月 所以不用到达调高保费 不长成明年健保不含涨 不过健保会委员们 普遍对于目前健保财务 都感到相当紧张 后年调涨压力依旧存在 记者盘建人桂宣 台北参考 台中限定一百元换两百元物条件 民众顶着大太阳撑伞 狂山风还有人自备一顿 现场聚集上千人 但却有人硬插队引发重怒 白帽女子距离力震 但还是抵不过民众谴责 最后入寞离开 甚至还有艺人排队 全家领劝 人多乱想多 快带的时候才全家 这所有家 不公平啊 大家排半个小时 插队事件在另一边的 向上市场同样上演 插队 你不可以插队 快被只插最后一步就能领到券 没想到却被强制拉开 台中物条券强势回归 只要在夜市商圈市场等地 领取就能限领先用 20号开始连三天发放 限量35万份 大概7点40 去换的话 那我们相费就会变便宜了 用200块钱去换到400块钱物条券 我觉得价格反而很划算 100变200 艺人最多兑换量份 消费相当于打了五正 婆婆妈妈为了抢便宜排队 抢破头 艳涯下排队苦等 也为此吃足苦头 记者黄蒙君 韩志勤彭一辈 台中采访不到 经纪旬排队 我不会不得了 你过组当 很多土色的